4月1号 中国宣布千年大计 在河北成立了雄岸新区 整个头刻 会腾了 亲民扫部 对不起 祖先我先告个假 然后已经炒王炒到什么 上级把他封调 公安说那个吴昭的黄仲 直接带走 所以这是4月1号发生 迅雷不及掩耳发布这个消息 你本来隔几天要去扫墓的 立刻杀到现场去 去抢房 好 那雄岸新区在哪个地方 连大陆人都不太知道 对啊 简单的来讲 它就是三个县城包围一个大池塘 那个池塘叫白洋殿 所以雄岸将来会跟北京 天津 形成一个黄金三角 高铁完成了以后交通很方便 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那我们说这个位置在哪个地方 去过北京的人都知道 三晶半夜我们都要吃一道美食 小龙虾 又辣又好吃 对不对 小龙虾就是从白洋殿来的 这个三晶半夜都要去排队的呀 咸鸭蛋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所以他们成为雄岸新区之后 你看当地的贴补条 我们都是首都人 共来也增加宿宅 4月1号开始 一下子就是清水变鸡汤 全部都变首都人了 好 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乡下 就现在的样子 红砖屋 你看 然后 静想 这个是当地最热闹的地方 闹区没有超过三层楼的 然后你看现在 好像时光倒流30年前 礼华还在传统的礼华店 用那个剃刀 会不会经过了二三十年 成为下一个深圳 大家都在幻想 人家说中国十年看深圳 中国百年你就看上海 中国千年你去看北京 深圳已经变成 你观察中国这十年 突飞猛进的重要橱窗 他会就下一个深圳吗 看股票 中国股市这两天 雄岸概念股 起司党涨停 中概股在美国挂牌也涨停 台湾 连康斯库 老实讲 康斯库就只有因为总部设在天津 你看这两天 他还出现涨停板 所以大家都在抢 不过抢的最凶的是什么 托克 我们来讲刘强的这个故事 刘强他在十二年前 本来可以用两百万的人民币 买下杭州的房子 当时他没买到 非常饿晚 结果后来飙到两个亿 飙了一百倍 历历在目 刘强第一时间立刻杀进来 开着他欧地的车子 不得了 那个路都堵车了 结果不是只有北京保定的来 远从上海甚至香港都通通来 是 他一来的时候先到熊县 一瓶公寓 公寓还有三万的人民币 短短的两个小时 飙到了四万 哪有这样涨三成 呼吸之间一直涨上去 刘强就急了 我车里面 这个有五十多万的人民币 我定了 缺十万 我钱都拿出来了 我剩下的那十万 我一个一个补租 但没想到要成交的时候 后面杀出一个人 直接用六十万用现款全买了 当下刘强就哭出来了 这个是铁之鸭大老二的牌局 太悲戏了 不行 再到另外一个 熊县杀过去 看到一个 有一个当地的人 是诚信的男子 他用三十万 买了三十六瓶的房子 就三个人 竟然围在城南的旁边 一个来自上海的说 我六十万 你的成本三十万 我现在六十万 你赚一倍对不对 没想到保定的人说 我加到七十万 北京的说 我一百万就把你买走 上海北京保定大混战 最后你看到北京的 滚滚了 对 所以这刘强 三倍的价钱 刘强说 我继续到销售中心 那时候凌晨两点 销售中心灯火通明 黄仲都在忙的 赶快下订 赶快下订 你不买就买不到了 黄仲后来说 其实我们是忽悠他 黄子都卖光了 我们先把这些人 扣过来以后 我们再卖二手黄给他 来几头 还有一个小宋 黄仲说 当天有一个从内蒙来的大户 开始马上马里 然后来了以后 当晚晚上已经十点了 然后一进门就告诉黄仲 这一栋的大楼 还有几间没有卖 那个黄仲说 还有六十几间没有卖 你要哪一间 不是 全包了 大包 总价3.6亿 这么多人 所以刘强最后说 买房买到这么风险 好 菜庄 待会儿我们看到的是 休安新区 这个地方的草房歪风 上面一直要压 一直要压 在这个地方 下面马上 上马上 下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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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马上